哈喽啊 摩拳擦掌继续来拯救天选 天选年底了真是上大分啊 这玩意儿最近修的也蛮多了 说是打这游戏突然就开不开机了 充电灯不亮 这不明白的大挡路吗 就这一块我跟你说 就最近啊 近两个月 咨询的估计有200多台了 修好的估计有15-14台了 年底了上大分 插电就是5万大电流 这一款它的显卡供电很容易少啊 不过要说今年上风最严重的 那非小心莫属啊 天选在它面前比起来就是个弟弟 打开后盖我们直接取下散烈器 可以看到它的显卡供电了 直接上万元表测量啊 同样的故障已经路过好几期了 跳过那些防锁的步骤 这边有个大保险 对地组织完全为0 显存呢对地没短路 基本上可以把故障锁定在显卡的核心供电了 这一排的莫属管测一下它们的积极对地组织 看这个93明显偏低 那这个莫属管毫无质疑已经明显击穿 正常的组织呢应该是五六百左右 你看其他的都是五六百 唯独这一个只有92 它不积枪谁积枪呢 直接把板子给取出来吧 这玩意儿得拆吧 因为它背面保护隔离电路 还有一个莫属管也会跟着一起烧 修的已经清车熟路了 主板很干净啊 没有进水 这一款也不是跟进水有关系 就是正常的原件老化 容易烧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保护隔离管也得检查一下 有五安大电流 这个管子99%都会击穿 果然是已经烧了哈 先对显卡供电下手啊 这一排显卡核心供电五个莫属管 全部给它取下来 那为什么全部给它取下来呢 等一下再给大家解释 因为修的多了 有数都容易烧 我们刚开始修的时候 都是只换烧了的那一部分 所以呢有一部分的返修 返回来又是另外一个又烧了 不是烧同一个 所以这样的返修情况 经历了两三台以后 终于做出来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干脆这一排莫属管 全部换新得了 毕竟广资不值钱 返修的话不仅要白杠 还要挨斗骂 实在是不划算 莫属管全部拆下来之后 测一下公联的组织 以及分别对应的积极组织 因为这个背面的斜控也容易坏 如果测到直不一样 还得跟着换斜控 测完没问题之后 咱们可以上莫属管了 这个莫属管我买了很多 就是为天选而准备的 批量买的话价格还更低 准备五个莫属管 然后在焊盘上面 打上一层锡浆 这样的话芯片就不用再上锡了 这样子焊的话就比较方便 也不容易空焊 磨好锡浆之后 咱们把管子挨个摆上去 对好位置 它们的第一脚都是反着来的 一个正一个反一个正一个反 然后直接用风枪对它加热 它底下的吸球会跟芯片牢牢的焊在一起 你只需要挨个点一下能推动弹回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换完之后的效果 对了 还有这个莫属管也别忘了换了 它不换的话 你是从不了垫底 也是一样 这个就是普通的N勾道莫属管了 料往上面大把的 换完之后再检查一下 每一项核心供电波形是否正常 如果有波形异常的 还得继续换斜控 这边我测了一下 五项供电波形都已经正常了 斜控还没事儿 当然了 这个莫属管温度 平常温度也比较高 它原厂的电的是导热凝胶 那个时间久了就效果不好 所以呢 最后咱还得给它贴上一层导热电 重新盖回散热器 OK 装机装机 再次通电已经可以开机跑马了 可以正常显示 配置都没问题啊 像这款它如果大挡路的话 一般电池都会坏 像现在你别看它电池能识别到 一把电马上黑屏 电池也放不了电 这个华硕这一款电池保护机制 它就比较烦人 只要主板一短路 电池就容易锁死 像这样的话要么就解锁 要么就换电池 OK 装上硬盘 咱们进系统给它疯狂烤机测试 先来一个甜点圈 看一下温度和频率 还有功耗正不正常 这个是1660Ti的显卡 这一款呢有好几种配置啊 有1660Ti 还有2060 都一样 都容易烧这个位置 隔壁这个呢就是2060 也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像这一款我们全换的话 它就没那么容易返修了 当然这个需要长时间来统计啊 说到MOS管 那就不得不提红旗这一款主板了 这个MOS管也容易烧 它是CPU供电的MOS管 这个管子一烧的话 CPU绝对挂逼 所以呢我们修这一款的时候 也是一般习惯性的 把CPU供电这些MOS管给全部换掉 它也没有说某一个位置很容易击穿 每个位置都容易烧 这边这几台也是一模一样的 华硕天选显卡供电短路 这边又来一台 还是同一个位置 还是同一个地方 这边就来一会儿 谢谢观看